推广传统米食 农粮署跟连锁店家合作 把前年最强挖柜争霸站当中 在北区初选拿下优胜的好滋味 研发量产 有具有产销履历的 台中仙197号再来米 搭配上有产销履历验证的香菇 鲜猪绞肉 还有CAS席选鸡蛋 用米粒造型上市 结合萝卜糕还有芋头糕 组成了米食三宝 希望可以推广米食文化 萝卜糕煎到外皮带点围焦 再放入蛋液 豆芽菜跟酱料 简单拌炒 香气四溢 另一边则是用以台中仙 197号再来米当作主原料 加入有着产销履历 验制的香菇跟鲜猪绞肉 以及CAS席选鸡蛋 别小看这用3D开模 做出来的一粒米造型挖柜 在前年还拿到农粮所举办 台湾第一碗最强挖柜争霸站的 北区初赛优选 物来也要搭配萝卜糕跟芋头糕 组成传统米食三宝做饭售 让全台湾都能轻松吃到 健康的平民米食 产销履历的认证精神 公开 然后溯源 所以这是一条 很好的一个价值念 那我们从这个过程 我们提供给顾客 是安全安心的一个产品 标报所有食材 从产地停间管理到用药 都有经过第三方严格把关 根据农粮书统计 在民国70年 平均每个台湾人 每一年可以吃掉99公斤的米 但到去年底就只剩下45.4公斤 但在都要米食的推广之下 也成功提升国内米食的消费量 去年年底是每一个人是45.4公斤 那前一年是44.5 我们希望这个消费量能够很快 能够突破每一个人50公斤 台湾米品质优良 以经典小吃当作起点 似乎让民众重新认识 传统米食的新价值 唤醒对米食的浓厚情感 记得为天更日地特别播的哦